金山竹影几千秋 云所高飞水自流 好 好 来啦 来啦 我想了半天怎么对付你们 终于想了一个好招 说两句就完 你们是不是没有猜到啊 太开心了 曲曲弯弯路重重叠叠山 燕飞不到处人被李明倩 没有 我来了一个了 已经是再来一个了 这不刚才还送了半段吗 这个就不能让你们猜着 猜着之后你们就不佩服我了 这就是演员跟观众 之间这个斗智斗勇 说书还好一点 尤其说相声 你说差不多了铺垫这个包袱 要让观众猜出来了 他马上就觉得你不行 你能站台上看见观众那个情绪 马上就撇嘴 要带着女朋友那更得宜了 他要说什么什么 你张嘴一说跟他说的一样 好家伙 这竹得飞起来咬人 开心哪 人家对 花钱听你 凭什么你的智力啊能力啊表现什么的不如人家 那人家自个儿就说了 干嘛听你啊 所以说艺人得要求上进就在这儿了 好在您各位听我这么些年了 跟我也不上令 不生气 我也怕你们有时候老说我这不对那不对的 对 还有人捧我说我长得太帅了 就我花钱了知道吗 这都是我安排的托儿 刚才就要录 要录结果给耽误了 有人上我化妆间吓一跳 我说你是谁呀 我是三国制战略版的负责人 我说我知道你啊 游戏是你们做的对不对 太对了 需要您植入一下 我说植入什么 你要在节目里边提一提我们三国制战略版 我说让我提什么呀 就是第一点说还原度高 还原度高 跟那个当年历史似的哪一街哪一巷哪个山头如何如何 我说这可以 还有 这说我们这个游戏啊 讲情意 说了半天说在节目里提一提 我说你应该让侯震提 侯震天天坐那玩这个 侯震很认真 我说这还原度高 你觉得怎么样 看人这个关口都这样 人说了 你们玩游戏这帮人可讲情意了 你们有机会多玩玩游戏吧 就算对得起它了 好家伙真挺酸的呀你们啊 好吧 刚才以上直入啊 已经说完了 多快乐啊 这个又到了说三国的时候了 我问你们了吗 你们这玩意就不讲理了 你们就 这个有来源才能有趣呢 我得问咱们说到哪了 你们才能忘了 对吗 我都没问你们就忘了 太棒了啊 咱们讲情意好不好 好 那咱们还原度稍微高一点吧 哈哈哈哈 哎呀 要是能光聊天 不说书得多好 好 别闹了你们啊 那样的话更不合适了 他们得秧给我说点正事吧 要不然没法交代了 哈哈哈 书记上文 咱们得干点正事了 揭演三国 这个三国呀 已经渐入家境 啊 越来越好 其实难说的是开头 你要介绍汉末 这个天下的状况 他当时的政治环境 从朝理到外头 把那个说明白的不容易 因为他乱 头也多 我们管这种书呢 叫摘鱼头 鱼头里都是刺 又没什么肉 你说不明白就扎嗓子眼儿 现如今 哎 鱼头我已经摘过去了 啊 现在可以踏踏实实的吃两口肉了 现如今 这个故事已经发展得很热闹了 为什么呢 因为董卓撒狠了 这不打架是不成了 不给点厉害是不行了 赶紧派手下的两员大将啊 这两员大将 一个叫李绝 一个叫郭四 李绝这个这个名字 反正说什么都有 但是基本上来说都认同叫李绝 郭四这个呢 看似很简单 但是也有专家提出来这个读音有问题 因为他这个四啊 就是三点水那个四 有人分析说当年还有一个字跟他很相像 几乎这俩字一模一样 但那个字呢 念饭 所以这叫锅饭 你要说叫锅里有饭也行 但是你要查来查去吧 没有什么文献可以证明这个字念饭 当然有专家最后考证出来了 说在唐朝的一本书里边啊 给出了拼音了啊 标出来 这字念念饭 但是从唐朝之后 由于这个传超啊 哎 木课这个过程啊 这个字是越写越草 简单说吧 就是有可能是唐朝之前都管他叫锅饭 唐朝之后都管他叫锅饭 因为这个年头太多了 你想汉末也没有什么文献资料 专门说这个 所以这个无从考证 这也不是说书的人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咱们就从众吧 好吧 就管他叫锅饭 派他们两个人带领着五万兵钉 前去救援 救哪呢 救四水关 四水关是已经乱到了 但是光救四水不行 还有虎牢关呢 你不能说破了一个 你考虑下一个 那就来不及了 这回派谁呢 吕布 吕凤仙 能力来说 那是了不起的英雄了 至于品性 那是另一回事 董卓是真爱他 给他十万大军带着人震守虎牢 情况就是这样 两支队伍分别去两个关口 那么十八路诸侯这边也是如此 袁绍说了咱们不能死守着一家 咱们也得兵分两路 把这十八家诸侯 咱们拆成两半 其中 我带着其中的八家 我去打虎牢关 剩下的你们打四水 这个各位都听明白了 把人员都安顿好了 各司其职 拔营其带 哎呀 这个打仗可不是个好事 倒霉的就是严路之上这些个老百姓 为什么有那么句话呢 宁为太平犬不作离乱人呢 太平年间街上一条狗 生活的都很好 真打起仗来兵荒马乱的 那个老百姓是最苦的了 此时节 这个天下称得起是刀兵滚滚民不聊生 四水关这儿咱们先放下 单说八家诸侯就来再聊虎牢关外 安排好了营盘 两边交锋对垒 又打虎牢关里边 这兵丁啊 往外就走 掩别齿排开 又打虎牢 出了一位 小伙子长得漂亮 跳下马来身高 现在说得一米八望上 面白如玉 两道俊眉 一对朗目 鼻指口阔 大耳朝怀 鸭拍色欲 唇似丹珠 是个漂亮的人物 头上戴束发死金棍 身上穿着铠甲 里边蒸袍上袖 团花朵朵 胯下赤柱马 掌中方天花鸡 正是吕布吕凤仙 过去有这么句话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这都是了不起的生口 不要曲解我的含义 只是说赤兔马很快 吕布很棒 夸得有点连了 坐在马上 英雄气概 那么接下来没有别的事了 打吧 看谁厉害吧 袁绍这边有人出马了 河内军太守王匡 前几回书咱们竟说王匡了 王匡提议 王匡说话 王匡挨 竟是文系现如今 王匡的武系要出场了 能打吗 能打 王匡可厉害了 如果不遇见吕布的话 到跟前三两个回合都没走了 吕布这方天画戟 画戟都见过吧 一根棍子上 就拿下吧 行了 以后这个跟比过香蕃不一样 你知道吗 哎 哎 出来挤个尖 这东西要是偷炉子可好使了 方天画戟 马迁未走三合 走 王匡也听话 好 啪啦一下子 让人家吊在马下 请跟着这还得出人呢 对不对 上起一个 下了一个 上起一个 下了一个 连扫五路诸侯 咱就不用说的太细致 就是谁出去都不灵 再瞧人家吕布坐的马上 面不改色 真是不当回事 啊 端着自己的方天画戟 真是威风淋淋 这可怎么办 还有人们 有 有打这边出了一位 白马将军公孙赞 公孙赞是带着刘关张来的呀 北平太守啊 人称白马将军 公孙赞在家里的时候也厉害这 但是今天碰见吕布了 之前所有的荣誉都没有意义了 啊 简短结束 两个回合 眼瞅着 公孙赞这命就得交的在这 叫这会儿工夫 你就听这边 有人大喊一声 哎 吕布 三性家奴 这话说的狠啊 啊 马胎没事 吕布 没事 三性家奴 吕布坐在马上 嗯 就这句话 杀伤力不大 侮辱性极强 三性家奴 你爸爸姓吕传给你的 这是你的正根 后来人 后来任一干爹 丁建阳 哎 你也姓丁 显如今我董卓叫爸爸 你也姓董 你趁三性 三性家奴 你不就一愣 回头看 找 嗯 是谁在侮辱我 又打这边 谁来了呢 你想一想 关键的人物需要上场了 燕人张义德 张三爷来了 也该他出场了 啊 官二爷已经卖拍过了 温九展花雄露完脸了 该三爷了 三爷为什么出来呢 就公孙赞 公孙赞是北平太守 他们呢 是平原县县令 级别上来说 人家是老板 私交上来说呢 公孙赞跟刘备是同学发小 论着呢 管人家也得叫一个赞哥 一块来的嘛 打别人们也不熟 自个儿的哥们这不成 所以说 张三爷催动胯下马 长中长大蛇猫 来在了阵前 是为了先把公孙赞换下来 公孙赞擦了他冷汗 两室为人呢 险些就去世了 把战马往旁边一拨 看 看吕布跟张飞开打 我们好多人愿意说这个时候 把每一招说得特别细致 啊 掌拔蛇毛 这一枪怎么扎 吕布这话挤 怎么往上台 两人转过来 右脚点凳 马回过来 这一招如何如何 其实不重要 因为什么呢 那说也是假的呀 那也是说书人脑子里边想 他认为得这样打了 这两军这件不是那样啊 对不对啊 而且观众也听了太多的这种江场之上开打 您就听一热闹 探 聚火烧天 白克亮之探 只要说书的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你们 我能说我就不说了啊 因为从小学说书说得很溜啊 没有意义 只是告诉大家 张飞打不过吕布 都说张三爷厉害 分跟谁比 你要说边打独油那儿的能打三卡车 啊 打吕布 不行 找不着破绽 而且 越打越累 这就坏了 如果还这么单打独斗下去 张飞一定会有危险 就在这会儿功夫 官儿也看不下去了 咱们修得惊慌于胸 哎呀 吹马轮到 就来在了阵前 哥儿俩打一个 再打着打着呢 刘备就冲上来了 刘备那个兵刃叫双骨剑 有用吗各位 你想他能有用吗 方天话急 杖拔蛇毛 青龙艳月刀 好歹都有杆啊 对不对啊 咱不能因为刘备是皇叔 汉氏宗亲 就无限夸大他的能耐 平时他的武艺也就是那样 要打个说像是没问题 但是在这么些个大剑跟前 刘皇叔的武艺一般 而且掌中您说这双骨剑 宝剑 一般是三尺三 长一点四尺 那也够不着人家呀 对不对 那仨人打了一块了 刘皇叔只能跟这儿 这叫什么呢 这就是有钱帮个前厂 没钱帮个人厂 站脚处威 咱们也是哥们兄的 就是老姨这个 别的他帮不上 那么吕布 吕布挺生气 哪有你们这样的呀 哥仨打我一个呀 你们太不像话了 这场战争 其实最得利益的就是刘关璋 因为什么天下公认 吕布是第一勇将 你们仨素人 对不对 二爷刚露脸 温九窄华熊 这点时间还不至于传遍天下 你还没到你宣传期都过去了 全世界都知道哪哪有一人 温九窄华熊这么厉害 那不得有时间吗 时间来说现在还没到那了 基本上没人知道你是谁 这哥仨一块打 打赢了打败了都露脸 刘关璋 三英战吕布 是 吕布很勇 可架不住人家人多呀 还有刘大爷跟这搅和呢 打不了人捅你马肚子 我是这么琢磨的 是吧 我希望下次说书 咱们大伙先来这个 你再能力大 你也会有疏忽 吕布的漏洞 让张飞逮着了 手中战巴蛇毛往下一来 嗨 就这一下 吕布真是没注意 敢等注意的时候 就这战巴蛇毛都到这了 战着时吕布 往下一存身一低头 战巴蛇毛这尖 前文书咱们说过 这个吕布头上有竖法金关 金关呢 这么大 它不是亏 亏是整个扣上了 这关的小 是把头发拢上去 把这关搁到这儿 有个簪子 把它别好了 竖法金关 这一下就扎到这关里头了 这个厉害啊 为什么呢 就差一点就到这儿了 你扎到太阳穴上就完了 紧跟张飞 这就使劲要调 他想的是已经扎到头发里边了 连头发带关 我那一调 就把那调起来了 吕布劲儿大 使劲往下压 这俩人叫上劲了 这个关是有袋的 这不是关吗 别好簪子 这有袋的 这个叫搂海带 搂在海巷 这位海巷 这有袋 记得不是结实 到最后一使劲 啪 搂海带折了 这就是张三爷露脸的第一件事 叫枪条紫金关 把这关啪就飞了 吕布的头发下来了 那年头是没有真子啊 这是一挥手 撤 回虎劳关 追 想追 但是也不敢 而且话说回来 现在两军阵前已经乱套了 他那不该会是损失了一个帽子 咱们这已经死了好几个了 在地上了 咱们得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 这赶紧撤回兵来 召开紧急会议 下一步怎么办 吕布太勇了 这一仗其实唯一的作用就是吕布成全了刘关张 以他的能力铺垫了一下 最起码从现在开始刘关张在天下有知名度 但是现在十八家诸侯的内部已经开始松动了 首先是孙坚不开心 在这次战役里边孙坚出的力是最大 很辛苦 好几次都是他带着人舍生忘死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粮草攻不上 打仗要是粮草没有 您就别干了 你不能打着半截 咱们停 士兵们出去买泡面去 没有 过去说人马未动粮草先行 为什么打仗用钱 就是因为这个 你得保证他们吃 保证热 保证骂个 那么说十八家诸侯在这怎么会粮草不够 是因为袁术故意的不发粮草 整个这个战役里边 袁绍是都蒙朱 十八家他是总负责人 他的弟弟袁术负责粮草这一块 所有的粮食所有的这些东西是他一人负责 咱们也说了这个袁术没正形 心眼又窄 既鲜度能 一天到晚看谁都不顺眼 看孙坚太勇猛了 我不能让他这么露脸 不关饭 这个人他了的吗 脑子里边都是什么东西 这是 他这一下孙坚不干了 我跟袁术说不着 我找你哥哥 找袁绍 袁帅的 出生肉死我们不怕 袍头颅撒热血我们不怕 士兵们得吃饭 我有证据 为什么公路将军可靠我们的粮草 袁绍也没辙没辙的 知道自己的弟弟 他俩人亲哥们 虽说不是一个娘 他一个家里出来的 跟人道歉吧 得了 对不起 都怨我们 我有罪 我不对 我忏悔 给您补齐了吧 事不大 但是 军心动摇 为什么 玩着玩着 你不好玩的 对不对 那个谁还跟你一条心 这都乱了套了 那么与此同时 董卓也在琢磨这个事 董卓是个大奸 天下是我的 但是不踏实 而且看眼前这个状态 洛阳城待不了了 怎么办 跟自己的谋士李如一块商量 商量完了之后 最后想一办法 说咱们换个地 洛阳给他吧 不要了 咱们去哪 咱们去长安 他说去长安 列位 这不是一说就能做到的事情 你得带着皇上 带着文武群臣 带着整套领导班子 带着所有的一切 而且还得带着洛阳百姓 咱们走 汉朝多少个皇上 一直想能不能迁都 也就唠一个想一想 没人做得到 董卓来了不到半年就做到了 第一 坏皇上他也做到了 第二 迁都他也做到了 那咱们就走吧 文武群臣干嘛 能干嘛 不能这样 长安 长安还不如这 也没有宫殿 也没有住所 您说这事太平年间都完成不了 哪成 不同意 董卓倒是挺客气 都谁不同意啊 这个这个真好办 这四个弄出去杀了吧 杀完了 是不是都同意了 还有六个不同意 杀了吧 把这六个杀了 又杀十二个 都杀完了 还有不同意的吗 那谁敢不同意啊 他说这回都同意了 你看看啊 曼朝文武还是很喜欢我的 我说什么是什么好 但是李如啊 传我的口谕 要想打这走奔长安 我还有几件事情 要办 好 风吹河北岸 花开向阳之 打开三国志先念 定场诗 好 好 好 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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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啦 掩饭 掩饭 不来啦 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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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好开心呢 是 哎呀 你说你们跟家聊会儿都好 飞在上这儿喊来 谢谢各位吧 大哥说想我了 这些个姑娘都没说 她说 你们想那大哥 干这行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缘 有人缘了 就有饭缘了 这是最要紧的 不要跟自己较劲 尤其是不要跟观众较劲 好多同行没活名 就在这 我老说观众里边藏了卧虎 你知道人家是干嘛的 对不对 所以咱们要以一个平常心 跟各位交朋友 你把这个状态做足了 咱们一块好好的玩耍 岂不是很愉快 是不是 但我现实生活中 其实我朋友倒不多 真的还没有您各位 跟我玩得这么开心 朋友得来往 我不跟人来往 谁跟我玩 出去喝酒去 我也不去 我不如于老师他们 也没人找我喝酒 当年就是张文顺先生 那会儿老找我喝酒 那才那 90年代末 张文顺先生还知道吧 知道 常听相耳都知道 赫云社早期的我们的元老张先生 肩板吧 我后来问过他 我说你这肩 你上医院看过没有 是不是真有问题 他说没有 他说就因为小的时候 在曲艺团学员班 他说我们有一个老先生 老歪着肩板 那会儿小的太帅了 他那会儿有意 无意就学 好 这一学一辈子下来了 你看好多人都以为他肩板有问题 其实是真没问题 这就是一个习惯动作 你去哪说理去 这玩意 那会儿他老找我去 当年我住在北京一环门那 开阳里边 我在那住过 张文顺住的武圣 知道武圣那吧 进松往那边去 住那 他老找我来 有时候带块酱牛肉 拎着几瓶啤酒 就来了 坐那聊闲天 就是我们俩人 你们俩很头脾气 很头脾气 他小的时候在曲艺团学员班 一会儿来说 他比其他的学员 岁数还大一点 所以拿他当大学长 很好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谈恋爱 他的曲团谈恋爱 然后团里找他 说这不允许谈恋爱 可他那会儿因为比别人都大 我这岁数应该谈恋爱了 团里领导跟他聊了几回 最后他不干了 这么着从那走 然后这一辈子又做生意又干什么的 包括到后来80年代 前门大街改造 好多工程都是他干的 他一直做生意 他小的时候他们家也挺有钱 前门大街大舍那儿有一金店 金店是他们家的 他在家航三 所以那会儿说金店张三爷 说的就是他 人很好 我们俩关系也不错 我还看有自媒体还对 我说这事 我想起来了 自媒体说张文顺好家伙 跟郭德纲这些年不容易 把家里的多少钱都投到这里边来了 这我这辟谣 他没花过钱 他就是买啤酒 他花的钱 他还吃我饭 但是我们俩私交是真好 这人绝顶聪明 你看我们在前门在广德楼演出的时候 曾经有一孩子 上我们这也学相声 还挺灵 但后来这孩子有问题 弄弄三天不来五天不来 咱不知道干嘛去了 再回来就买后台的借钱 借了也不还 咱也不知道也不好意思问 有一天进来进去 他就瞄准了张文顺 张文顺在那坐着 这孩子过来 张先生 刚刚说一张先生 张文顺轮圆了给自个一大嘴巴 啪 嘴子还吓一跳 哦 您怎么了 小子 你说我是不是缺心眼 我今儿临出来的时候 老伴让我带钱包 我竟然没带 这孩子打着走后来就不再来了 后来我跟张文顺聊这个 我说你太聪明了 张文顺说这个我们家为对联 杀父之仇我不问 多妻之恨咱不提 横批别提借钱 我说真是 我们很好 我们除了不过钱 我们除了不过钱 我怕他自个打自个 但是我们俩人真真正正的算是忘年交 你包括后来 练他的闺女 包括外孙子 妥善安置 我就是非常念我们俩之间这种交往 那会儿来说 张先生有一特点 张先生会看相 会算卦 他去世的时候 好多同仁来调校祭奠他的时候 在灵堂有一相同仁 有一师哥就跟我说 张文顺好经典 好经典就是算卦有手艺 他这一辈子最会看人 他就看准了一个人 看准了你了 我特别的感慨 这一晃 张先生也没了多少年了 得了 感谢再细聊他 说的人心头很感触 他没花过钱 说完了张文顺 还得说说董仲颖 董仲颖就是董卓呀 你要说再说说董卓这个对账不工整 如意让人笑话 董卓 董仲颖打算迁都 这个就一看就是不是他的家业 随便祸祸 他不在乎这个呀 你要说这江山到他手里传了十辈都是他们家的 他不会的 啊你皇宫窗户门掉漆头的心疼 可不就是呗 因为不是他的 他不往心里去 眼睁有危险有危险走吧 咱们跑吧 咱们去长安文物群臣 谁要说拦着那就杀他 你不同意 不同意就杀了 你不就同意了吗 而且做了一系列很周密的安排 第一 把洛阳城中所有的巨富 有钱的人家全杀 给你安一个罪名 说你是反贼 没有理由 说你是反贼就是反贼了 杀完之后 你那个钱全拿来 都是东卓的 还安排人把黄陵抛了 之前的皇上下葬一定有宝贝啊 对不对啊 跑 黄陵都抛了 之前的东西全弄来 谁反对马上就杀 然后通知洛阳城中的百姓跟我走 几百万人一起奔长安 临走的时候放起火来 火烧落阳城 各位 这就叫人间地狱 几百万老百姓 有上岁似的 有孩子这一路上又死多少 他是全然不管 只顾着自己奔长安而去 朝里边这样 那外边就更乱了 首先说四水关的这个总兵叫赵岑 之前赵岑跟这儿还玩了命的坚守阵地呢 后来一听说 他们都问长安了 人家都肉夹馍了 我给谁守着呀 对不对 那咱们投降吧 对吧 好得恨 没去长安学去长安话 那就剩投降了呗 把门一开 欢迎 欢迎各位 我盼你们盼了很久了 请进 那就进来呗 那还说什么呀 各路诸侯人马进城 四水关就打破了 虎牢关那边 那吕布跟着走了 也没人守着 那跟谁客气 刘关张带着人大伙一起 骑下虎牢关 咱们老说有句个俏皮话 哎呀今天大伙大扫厨做卫生 我们各位旗下虎牢关把这活干完了 这旗下虎牢关就从这来着 各路诸侯这全来聊 这两道关都破了 洛阳城没有意了 五十里地啊 那不就一眨眼就到了吗 大伙都到洛阳 谁先来了呢 孙坚 吴城侯 长沙太守 孙坚孙文台 他带着人 先进的洛阳 一看见洛阳 要不得了 人间地狱 都是火 先救火吧 先救火吧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啊 董卓说把皇陵刨了 士兵们一瞧 那我们就刨了百姓的坟吧 房子拆了 所有百姓的坟都给挖开了 把棺材都抖了出来 金银财宝 陪葬的东西全拿走了 要不怎么说人间地狱呢 连人带鬼 全部安生了 所以说孙坚说 咱们先救火 先救火 然后露出来的死尸 能埋 咱们尽量埋吧 先干点善后的事 这个各路的诸侯 陆续的也都到了洛阳了 曹操找袁绍 奔出 机会来了 现如今 匡扶汉市 咱们已经大见成效 这不是董卓跑了吗 咱们得追 把他追回来 咱们这场活就算顺理成长了 曹操说的对 万没想到 袁绍告诉他了 大家太累了 歇歇歇 休息休息 喘口气 曹操就愣了 你也没干活 你休息个溜 打仗都是人家打的 孙坚打的 刘关璋都跟着打了 你没有 你就一天六顿饭 对不对 怎么 哎呀 为什么这样呢 刚才咱们都说了 各路诸侯 分崩离析 来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如何 现如今 不这么想了 分别想自己的事 尤其是以袁绍为主 不打了 休息休息吧 曹操气坏了 数子不足于谋也 这是当初鸿门宴的一句话 数子 就这混蛋小子 是这意思 像他们这个有身份的人 不能像说相 对着骂街似的 那么难听 就翻译过来 就你这个混蛋小子 我不能跟你玩了 是这么个意思 再找别人吧 找别的诸侯 咱们去吧 你们出点人 咱们一块去逮董卓去 咱们得如何如何 这个说了 我牙疼啊 那个 闹肚子 没有人拾这茬 曹操一跺脚 我自己去 曹操人不多 他连一万人都没有 当初但凡人多 干嘛打群架 叫你们来不就是咱们一库二 兵喝一醋 现在求谁 谁不拾茬 把曹操气坏了 带着自己人去追董卓 去如何如何的 那肯定成功不了 中途路上碰见吕布了 差点没把曹操弄死 哎呀 气坏了 那也没有办法 这边呢 城里边就是孙坚带人干活 到处救火 安顿人 把坑给埋一埋 扇后小分队他是一个 孙坚不容易 黄公也着火了 这把火先烧到黄公 把黄公的火灭一灭 安顿一下 都忙完了 这天晚上 孙坚还带着人 就在黄公内外 这安排着 哎呀 叹口气 心说这叫什么事 大好的家邦 毁于一旦 就这会儿功夫 跟前有兵丁 拿手一指 说您看那 往南边指 您看那 孙坚带一看 原文上说 南边那井 有一口井 有五色的光芒 这个书很容易就串到辽斋上去 说辽斋 我能说出话来 这不是我编的 确实南边的井 说有五色光芒 这是三国演绎的原文 过去看看吧 那个年头 人们跟现在不一样 你要现在的故事 2012年 2003年 那次这个 拿手一指 南边那井里边有光芒 一定得会说 手电筒掉里边吧 当年没有 过来吧 大伙就过来了 到这一瞧 有一口井 井底泛光 不知是什么 捞吧 这一捞捞上来了 一句女诗 更像聊斋了 要不咱们说聊斋吧 好 等着啊 等着说完三国给你们说聊斋的 一句女诗 女诗脖子上挂着一个小匣子 有人摘起这匣子递给孙坚 打开一看 里边有宝贝 什么东西 传国玉玺 前几回咱说书的时候 咱说到了 说这玉玺丢了 到今天 又出来了 冒光啊 这一定是后来人编的 如果不说冒光的话 这一点问题就没有 就翻灯呗 收拾这收拾那 井流死尸捞上来 看见玉玺了 这是没问题 但古人呢 他愿意把它说得那么浪漫一点 都死尸了 还浪漫什么呀 一看 就是传国玉玺 上面有字 拔个大字 君和酒消 龙腾四海 八个大字 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这八个字 是传国玉玺 当时孙坚就愣了 从古代开始 历朝历代 所有人都信这么一句话 就是得到这个的是真命天子 如果说你不是真命天子 玉玺在你手里边 也会丢 无缘无故就会丢 你要说拿这玉玺 咱来说故事 上下几千年 很丰富 一会儿出来了 一会儿就没了 突然间就没了 突然间就出来了 所以这些个做君王的 特别惦着这块 有这个说明老天爷 看中了我呀 赶紧 装在这盒里边 装好了 压低了声音 告诉周围所有的人 跟谁都别说 那怎么可能呢 我不止一次 在我的节目里边 提醒过朋友们 天下这句话 是绝不能说的 我跟你说点事 你可别告诉别人 对方一定 放心 你告诉我什么事 他这个表情 其实已经想好了 告诉谁了 一定是的 所以说你但凡要能忍着 你就忍着 你只要说出去 你要做好准备 全世界都知道 满不了 他想的是 传国玉玺突然出现 现在在我手里边 老天爷的眷顾 看来我有一朝人亡地主之命 那么接下来 我不能在这儿待着了 收拾我的兵 带着我的人 我回去 我回长沙 找一合适的机会 我要当皇上 这是他此时此刻 真实的想法 但是他身边有人 就有这么一个人 是袁绍的老乡 你看这玩意 瞧着瞧着这 他这说完了 大家都起事 谁也不许说 谁传出去 谁是小狗 一会儿 这小狗上袁绍那儿去了 我跟您说点事 袁绍说什么事 你可不能告诉别人 你放心 我谁不说 是方才发现了 传国玉玺 就在孙间那 怎么来怎么去 把这事一说 您留神 他可能归着东西 要回家家了 你放心 我跟谁都不说 转过天来 各路诸侯坐了一块开会的时候 孙间就说 列位 我得告家了 身体不行 顶不住了 这些日子忒累了 我得回家了 我有病了 袁绍乐了 你肯定有病了 你得的是传国玉玺的病 孙间差点没窜起来 谁说的 赶起来了 您这是听谁胡言乱语 我都听不明白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那心里跟明镜似的 我怎么不懂 玉玺在你那 没有 就有 就没有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我就不按着原文 俩人用文言文对着卷了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归根结底 就是这点事 拿出来 我没有 就这俩细精附体了 我就认为你 我就没有 你怎么证明你没有 我岂是 我要是藏了传国玉玺 到之后让我不得山中 到后文书孙间说到做到 轻易的别启示 你说像是那会老启示他们 你看 说像是 这事你跟师父你做 我没有 不是我 你看你怎么这么相信 这事要是我干的 让我抛山在外 死不归家 没有意义 这俩人坐在一块 拧着眉瞪着眼 说到最后 孙间心说再待着没有意义了 因为人家袁绍说了 要不然我翻 翻翻你的东西 那不行 那一翻什么都有 到这会儿就得翻脸了 你这太欺负人了 太不尊重了 走了 你得走呗 是吧 帅人马 打这往外走 回长沙 袁绍很生气 哪的事去 川国玉玺凭什么给他 他回长沙 我得想个办法 提笔写信 我得找个人办道接他 把他弄死才好 给谁写信 荆州刺史刘表 你听这名你就知道了 汉氏宗亲 为什么后来刘表跟刘备 他们能盘到一块去呢 荆州刺史刘表 因为孙间走的路上 一定得路过刘表这 所以让刘表你接他 川国玉玺再探那 接着他给我送过来 这是袁绍那么想的 其实来说 这个刘表能做荆州刺史 得念人家孙间的好 孙间来的时候路过这 原来的荆州刺史 他看着不顺眼 他给杀了 他杀完之后 刘表去 那我来吧 所以对他的仕途是有帮助的 但是这会儿不一样了 这里边还有传国玉玺的事 我得接着他 我不能让走 因为这个书要说 单表他们太复杂 咱没有意义 简断结束 头一回没接住 闹得很不愉快 当然后来又来了一回 最后确实孙间死了 也是应了自己的誓言 因为他不在咱们主故事线上 您知道大概就得了 这一下 诸侯们彻底是散了心 曹操带着人回杨州 刘关章回平原县 袁绍也走了 十八家诸侯 讨董卓 到此杀青 故事结束了 他们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最踏实的 就是董卓 太开心了 他们解散了 天下还是我的 而且在长安城不远 二百多里地 将近三百里地的地方 单独的盖了一个小城 这城的名字叫梅屋 在这儿完全按照皇宫 自个儿盖了这么一个地儿 哎呀 休闲娱乐 高高兴兴的 选了一千多个美女 没事就上这儿来 住宿休闲什么的 很开心 文物群臣 一点招也没有 你没法说 因为这个朝廷 他不讲理 你说点什么 哎呦 这个人觉得不对 董卓倒是简单 把他杀了吧 杀完之后 你看这个事怎么样了 那就没事了 那就啊 对不对呀 这一天 抓了这么一百多名俘虏 哎呀 董卓开心了 他也不问是哪的 也许是这个 十八家猪猴里边的 那也许是外头饭 不管是怎么着 一百多人 好好好 太好了 太好了 今天晚上 跟文物群臣 咱们一块 喝酒庆祝吧 啊 很高兴 现在中点说 傍晚六点来中 啊 文臣武将都来了 点上辣 把那好吃的全摆上 真凶美味 把酒也烫热热的 董太师坐在上头 文物群臣在下头 喝呀 吃呀 来呀 撸串啊 来呀 吃辣条啊 这吃着 一会儿的功夫 有人说了 说太师 这一百多名俘虏 已经压到了 好好好 哈哈哈哈 哎呀 带上来吧 带上来 这一百多人 都站在这底下 啊 来呀 开始吧 说开始 他这大殿上 什么都有 油锅呀 鞍板啊 菜刀啊 斧子呀 就把这一百多人弄过来 这个切脑袋 那个剁胳膊 这个挖眼珠子 这个扔到油锅里边 所有的文臣武将 看都不敢看 整个的大殿上 惨叫连连 喝 董卓开心 哎呀 这个太好看了 高兴啊 文武坐在这 也不敢说话 也不敢走 就这么看着他 就听着这底下脚步声音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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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一个人 谁呀 吕布 吕布到这来 那个也不用通报 直接的就到了董卓的身边 弯下身来 在耳朵边这 说了几句话 董卓是满脸带笑 好 好好好 那意思 很同意 吕布站起来往下就走 这两边坐的是文武官员 就在这边 把边这儿坐着朝里边的司空 叫张温 张温是朝里的元老啊 想当初孙奸在张温手下做过官 曾经有一次 这个孙奸就跟张温说过 说您要提防董卓 那会儿董卓的身份并不高 有一次 有一次董卓奉命公干迟到了 就在这个张温手下 孙奸还告诉张温 趁这个机会杀了董卓 张温觉得不合适 哎呀 他迟到了就杀他 算了吧 以后再说吧 所以到后来孙奸进洛阳 一瞧这把大火 孙奸头句话就是 当年听我的 何至于如此 就是那个张温 坐在这儿 吕布过来了 拍拍张温 拍拍肩膀 张温 来 张温 啊 跟我来 哦哦哦 站起来了 以前一后 望外就走 董卓奉 端起手中的九斗 诸位大人 这所有人 你机灵啊 你不知道他要干嘛呀 这赶紧 诸位大人 哈哈哈哈 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 皆是诸公之礼 天下太平了 多亏了你们各位 其实就是个客气话 大伙也无外乎 上父英明 叫什么 叫上父 他到这儿来 给自个儿改这名叫上父 什么叫上父 天子他爸爸 想当初江子牙 最后不就成为上父吗 那是人家皇上心甘情愿的 你这是自个儿给自个儿起外号啊 啊 上父英明 来来来 朱军请请 哈哈哈哈 这喝着 又听得台积日线 登登登登登登 脚步声音 大伙回头一看 吕布来了 手里拖着一盘子 盘子里边是张温的人头 春来到 散弹逍遥 小蝴蝶 穿花过 老狸猫瞪眼瞧 来回瞅 上下挠 蝴蝶说 你别闹 老猫说 管不着 来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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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来了 来一个 去去去 好开心是不是 是 今天这个定场诗没有猜着吧 想让你们猜不着 那个永远猜不着 刚才这个唐诗 给我来的路上先编的 谢谢各位 大伙这么捧 这么鼓励 很惭愧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就是现在这孩 因为干的人少了 我才占一便宜 要是天下遍地都是说书了 也不可能 都说书 谁听书去 是吧 就是尽心尽力的把它当一个工作 干好了就是 也没有窍门 说书有什么窍门 首先说你得爱看书 其次来说你得有文化 第三就是得有人缘 这几点搁的一块 您就成功了 感谢祖师爷赏饭 感谢衣食父母的疼爱 我这是侥幸致辞 干别的也干不了 我就是个废物 只能干这个 您各位又愿意听 你就这个玩 这就合适了 要没有您各位 也没我这碗饭 好好说书 好好作义 这是对我们这孩来说最要紧的 什么叫良心 好好干活就是良心 但是未必每个工作都能把良心搁的当劲 所以说很多时候您就记住了 为什么这有问题呢 你先琢磨琢磨自个儿 这个很重要 因为好多人他不成功都怨别人 这都是街坊王大爷的事情 都怨老李家谁谁谁 为什么我不成功 是因为他太成功 才导致我不成功 不能这么想 你这儿想一辈子都不行 做人实话实说 你比如河珊 河珊是大贪污饭 他自个儿挣那个钱比国库还多 但是他挣钱也是有的能挣 有的不能挣 你比如说科举赶考的钱 他不贪 说今年皇上开科取士了 全国各地的举子 苹果 梨 紧经赶考 你封建社会 念书人学会文武艺 获卖帝王家 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 没有说我念书的目的是为了种地 你不用念书 直接就可以种地 念书不就为当官吗 在封建社会 那么进京赶考 这个关系很重要 关系到国家的基石 为国家选人才 这个钱合身不要 这是合身 不光这个 第二 赈灾的钱 合身不贪 哪开了口子了 洪水来了 说今年哪大旱 老百姓没辙了 国库里拿出钱来 大伙捐款 这个钱赈济灾民 这个钱 合身不要 合身第三点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求的办事 这事办不成 这钱不要 收你的钱就说明能把你的事办了 办不了 这事成功了 您甭拿钱来 有的是收完之后 您这事没办下来 钱还退给你 没办成收你的钱 那就是做仇 也就是说在乾隆一朝 合身把事情弄得那么平稳 是有他做人的道理 当然后来皇上死了 小皇上上来 那是另一回事 天下的故事就是这么写的 说几句合身的闲话 让他休息休息 咱们还得说说咱们的正事 好多人都指责我 天天坐那说仙本 我说那怎么办呢 要不然就把这个正文再剪一点 别跟说书的着急生气 我们这行就这样 我们的艺术宗旨就是我说了算 您要说我接受不了 那怎么办 我伺候不了您了 咱们缘分尽了 您看个电影去 瞧瞧皮影戏 能够看个耍猴都行 那没有办法 咱没有缘分 您要坐这 你就得听我的 这还有点不讲理 但是其实是因为您各位捧过的 说书有明笔暗笔倒差笔 过去说官断十条路 官坐在这审案子 这好几种方法 说书也是如此 有的时候就这一点一个小疙瘩 一点小故事到了说书的嘴里边 好家伙没案没了 来回的磨分 这个磨分的前提是观众得爱听 当年好多北京的说书老前辈 评书大王 双厚平 什么这些位清末民初的大家们都是如此 在书馆说说书了 这举刀 啪一下子 这要杀人了 人有那个听书的站起来抓一把钱搁在桌子上了 先生我明出门二十天回来 这人别死 这是经常的事情 三下子都高兴 怎么 先生高兴多挣钱了 人家预支了一大把钱 这桌走了 他知道他回来这人死不了 这是先生的能力 先生高兴 这花钱的桌也高兴 让大伙瞧你看我 我现在花了钱 这人不死 其他听书的更高兴 有人说那不就耽误了吗 故事进展的慢的 你听吧 他说二十天回来 这二十天之内你听的书都是最精彩的 先生就从这开始 这刀举起来 且落不下来了 先告诉你这刀是怎么回事 从铁匠开始跟你讲 讲兵器 从古至今 宝刀 宝剑 宝枪 各种兵刃 如果如何 再说这周边环境 就这柜子首要杀人这地 这有一个饭馆 开始讲饭馆 讲三天 饭馆旁边瓷器铺 瓷器铺有三天 这是紧跟这旁边卖布的 你慢慢聊去呗 先生把他知道他会的这些好玩的事 全隔着二十天 那一直等着 二十天之后 那种一进门 往这一坐 咔嚓 人脑子掉了 大伙都开心 而且这二十天书馆里边上座更多 都传出去了 二十天不许死 咱们都去吧 茶馆方也高兴 又多上座了 所以说这是平能的吃饭 咔嚓一刀落下那是人就会 俩小孩你交给他 他一分钟就会 但是告诉你这刀不落下来 这是真能耐 还不能讨厌 愣往里边兑水 十五集电视剧改1400节 那不行 那玩意儿人家接受不了 玩意儿是假的 能耐是真的 值钱就值在这 要不然的话 您各位 藏龙沃虎都比我水平高 凭什么戴着口罩坐上听着我 是不是 闲话少说 书归乘专 这个状态我还是很满意的 前个来的时候 在后台 我们编刀组集体找我开了个会 说照您这个说法 您这个书得说到什么时候 我说今天就可以说到白地成 然后他们就出去了 这就很好 很好 有关专业的事不要跟我抬杠 这屋里我说了算 出了这桌子 你们都是大爷 在坐在这 这个主得我来坐 不是故意说的慢 他没办法 他就买门 就跟您发面似的 您差这两分钟 他那面就发不起来 到这不好不好就一定跳过去 但是怎么说 这是说书人的能力问题 上回书咱们讲到了是人头会了 我也不知您各位记得不记得 太棒了 以后我上哪儿我都带着你们 有你们我不用走脑子 人头会说的就是吕布杀张温 董卓心狠手辣 其实来说 董卓迁都这个事情做的是对的 因为现在的故事已经在陕西长安了 听过前几回书 您都知道 自从董卓进京以来 一直是在洛阳 后来觉得洛阳不能再待了 这才舍弃了洛阳逃到了长安 这个事情咱们要一分为二讲 首先说他迁都对不对 要是从策略上来讲是对的 因为他挪到了长安 长安这属于是关中地区 挪到这儿 这个地方在历史上 你比如说秦国 秦国站了这儿 那六国拿着都没办法 汉刘邦站了这儿 也是以这儿作为根据地 到后来把项羽打败 才有着大汉天下 没问题 出了洛阳 把洛阳舍弃 带着大家伙一起奔长安 这个道是对的 而且他迁出来之后 他挪到这儿了 挪到关中 那么关东地区的诸侯们已经开始内乱了 打起来溜 张三打李四 王五骂曹二麻子 天天打了都不行了 如果说董卓把握住了方向之后 把长安稳定住了 再找机会出关 把这些个诸侯逐个的击破 那么天下是没问题的 这个道是对的 策略是对的 从军事上讲是对的 但错就错在他的操作上 首先说他从洛阳出来的时候 天怒人怨 第一放火把洛阳烧了 这地不能要了 不要我走了 我走把他祸祸了 放火烧了 然后刨皇陵 历代的皇上连皇上二大爷在娘娘坟全刨了 棺材打开了 金银财宝全拿出来 死尸布了边上去 然后烧民房 老百姓无论谁家有钱 张三李四都有钱 好嘞 把钱拿出来 为什么要我钱 你是反叛 就把人全家就杀了 钱都拿走了 他这样做 他底下的兵 咱们也刨坟 还要和老百姓的坟 整个洛阳人间地狱 从这出来带着皇上 带着文武群臣 带着一些老百姓 那个年头列位又不是坐飞机坐火车 有打洛阳 往长安这一路上 光无辜百姓 死就得死多少 对吧 咱们换个角度说 造孽造大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你成功不了 天子有德守在四夷 天下皇上守天下 在德不在显 什么叫在德不在显 在都郭德纲 没有我 天子有德守在四夷 做皇上的品德要摆在这儿 守住四夷 守住四夷才会守住四夷 四夷指的是边界 东西南北四个边界 就是皇上你品格得在这儿 这个天下才能好 就是你这个烧杀强掠 你是个活土匪 江山你坐不住 所以董卓吃亏是吃亏在这儿 到了长安之后 长安什么都没有了 首先说就得重新的修建 从皇宫开始的从来 那怎么办呢 李儒给他出主意 大谋事李儒 李儒的话 有的能听 有的不能听 凡是李儒说的对的 他都没听过 李儒说的不对的 他都接受了 倒霉倒霉这上头了 最后董卓连累李儒也死了 说这个重新修建一个城啊 从来 那是那么容易的吗 不要紧 李儒说您抓民夫 抓了多少呢 三国演义原文记载 征集民夫25万 25万民夫啊 盖吧 皇亲国戚文武群臣 这些个人的房子 宫殿 关押 原文上说 三四个月就盖起来了 说怎么这么快 盖不起来就杀 工期是这么紧出来了 也就是说 长安城好了之后 又是多少人命在里边 把这都盖起了 董卓开心了 给自个上了一个称号 上父 这个上父 这俩字厉害了 这俩字跟谁说的呢 跟皇上说的 这皇上以后跟我聊天的时候 不能再喊老董同志 董太师 董大人 董这董那子 不行 喊上父 那么上父是谁呢 江子牙 封神演义之后 周五王管江子牙叫上父 是实在没法封你的官 也不知道怎么尊敬你 得了 你是我爸爸吧 就这么简单 这叫上父 董卓是自个儿想了半天 也不知怎么鼓励自个儿了 所以最后跟皇上说 得了 别见外 我就是你爸 你就称呼我叫上父 就得了 皇上没辙 上父 上父也比上铺强 上铺再吊下来 打这起 他用上了龙驹凤年 上朝下朝 做驹脸 驹脸跟普通的车 有区别就在轮子上 驹脸是四个轱辘 车是俩轱辘 就是汉朝那会 他上朝下朝 他有一四个轮的还是了的 比他身份儿再低点儿的 坐三个轮子的 三个轮子走起来好听 那叫三崩子 这句不算 这句不算 这个你们不用往本上记 你们上当了就 有身份 那叫全清朝野 而且对他来说 有四个字的评语 行路在口 什么叫行路在口 行是刑法 路是绝路 这个刑法跟绝路 就是他拿嘴一说 这来一人 长这样 杀了吧 就杀了 说看看法律 为什么 没有 他说就是法律 说杀就杀 这人怎么那么胖 切了三百斤下来 他说这好看 好 这行了 二平官就是一句话 不管是荣华富贵 还是杀头取命 都是他一张嘴说出来的 这叫行路在口 这就了不得了 其实天下就是他的 他比尚富还尚富 是这么一个身份 不光如此 离着长安城250里 他自个修了一个城 这城叫什么呢 叫梅屋 梅屋 现在这个遗址大概就在陕西的梅屋市的边上 过去叫梅屋县 常看京剧有一处叫发门寺 里边老生赵连那个官就是梅屋县的县太爷 就是从这开始的 这个梅屋呢 原文上记载了 说这个城郭高低厚薄亦如长安 什么意思呢 他在这儿给自个修这么一个城 这城大小如何如何跟皇宫一样 高低大小厚薄一样 就给自个盖了这么一个小皇宫 说这个250里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有打这个长安出来 他每半个月上一回朝见见皇上 他出来之后 这条道修的是很平 出了梅屋之后 250里一直就到了这个长安城 长安城的西北角 单有一个城门是给他开的 这叫横门 高低上下竖横 横竖的横门 他是进这个门 见见皇上 晚上再出来 从那出来 这个路上每隔十里地有一个行宫 走十里 累了 累了就在这歇着 这行宫盖的大小 跟皇上住的屋也差不多 要什么有什么 雕梁化洞金碧辉煌 简直说比皇上还皇上 他这个梅屋城 周围是护城河 当家是他这个城 里边金财宝无计其数 里边存的粮食够吃二十年 后汉书上说是够吃三十年 这咱就没法解释了 反正这意思您就明白了吧 官圣门跟这屋里呆着二三十年 人家够吃的 而且搜集天下美女八百人充实其中 他天天在这儿过日子弹唱歌舞 吃香的喝辣的 但是从这个角度您也看得出来 他成不了大事 皇上跟朝廷官员都在长安 你一个人在梅屋这吃喝玩乐 注定你脑子里边你就是个财主 你就是个土财主 你没有考虑天下大事 你那护城河挖的再宽 也说明是你害怕 你存这么些粮食 那管什么用 这就是他基本的素质问题 成不了大事 得不了天下 也是命所该然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这些日子干的坏事 干的不少了 咱们上文书所说的人头会就是如此 坐在一块这吃饭喝酒 文物群臣一个个都不敢大麻大压 都是屁股待这边上 这么瞧着他 喜怒无常 说杀你就杀你 谁敢跟他那什么 都这么瞧着 喝酒 这说着呢 吕布进来了 在董卓的耳边怯怯私语 如此赞般 赞般如此 董卓点点头 拿去吧 说声拿去 吕布转过身来就在这 底下都是文物群臣们陪着喝酒 就在这 打头做了一位官员叫张温 朝里的大司空 这是够品级的官员司空 什么国家的有关什么水利建筑是归这个官官大司空叫张温 三国演义里边是两个张温到后文书江东那还有一个张温 今天这个马上就快结果了 坐着正喝酒 正高兴 正撸转 等吃着呢 吕布过来了 一毫搏领子 你跟我出来 都是文物群臣 能坐在这吃饭 您琢磨琢磨能有村长 他都得是够身份 够品级的 没有客气 一毫搏领子 出来 把人带到外面去 故事不大 又回来了 拿了一盘子 盘子里边拖了张温的人头 这个故事叫人头会 指的就是张温的人头 拖着王历一走 文物群臣吓傻了 上菜了 但是就一个 你吃我吃 筷子都撂下了 都傻了 把人头端上来 得让董卓看看 是不是 董卓点箭头 一挥手 把这盘子就撤下去 群臣们也不敢吃饭了 串都撂下了 抓那毛豆也都放下了 听着像在摊上吃的 坐着看着 董卓很淡定 很坦然 主公请饮 还劝酒 大伙就看着 也不敢多说话 你谁知道他爱听不爱听 董卓乐了 是方才所斩者 张温老则 杀的是张温 大伙心说是 我们知道 刚才还一块喝酒 知道 这会儿他老人家自个儿趁一盘子 也不敢说话 这一老狗 思通 袁树 谁料想 袁树的回文 错下在窝封仙那里 故此 斩他向上手机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因为什么 你想董卓这样的作为 但凡有点正义感的文武群臣 看不下去 这个张温就想 怎么能把他除了 除了他之后 还天下一片太平 但自己肯定是不行 就得依靠外援 就想到了袁树 给袁树写了封信 说您看 朝里边现在是如此赠班 希望借助您的力量 进京秦王 把这个贼杀了 还百姓们的平安 袁树一瞧挺高兴 好好好 给写了一封回信 把信寄来 阴差阳错 这信 记得绿布这 各位 有一个靠谱的快递多重要 这信如果真寄到张温那了 故事就是不这么设计的 寄错了 得 你自个儿得到一个盘子 所以今天在九夕宴前 人头大会把张温杀了 文武群臣 你看我 我看你 心里边明白 但是脸上连薛薇的表情都不敢有 说稍微的 一座牙花子 让他看见 你怎么了 你心疼什么 心疼给他个盘子 那就完了 人人心中打鼓 这会儿功夫 又打外边 吕布又进来了 吕布要是当儿子 那真是尽职尽走 比亲儿子还儿子 这会儿真是拿董卓当自个儿的亲生父母 又进来了 又禀报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来了三百多人投降的 在边境那儿 不管是哪家诸侯的兵 还是一些个散兵游勇 无处投奔 愿意投奔董太师 大概三百来人已经都来了 在外边候着 董卓很开心 文武群臣们也点点头 心说这会儿能让他心情好一点 有人来投降来了吗 好事 大伙点点头 董卓稍微沉浸了一下 三百多人 吃三百多人 好 传我的吩咐就在点脚以下 三放一杀 他竟数语 江湖黄话 春点黑话 这一般人 这一般人谁懂 你翻绿条也没有 什么叫三放一杀 这都是董卓自个设计的 三放一杀 群臣们也不明白 没听说过 都跟这看着呗 这吩咐完了 吕布点点头 转身下去 就安排 首先安排人在垫脚以下 架上几个大锅 大锅比投印的大锅还大 底下架上柴火 里边装上水 把它收开了 嘎啦嘎啦的 这安排完了之后 就屡屡行行的 把这些投降的人 按个的带到殿上来 这带上了一个 往这一站 一瞧 中等身材 胳膊跟子也不这么粗 看这状态 不怎么有用 站在这 也不知道干嘛 就慌了 带上来了 董卓这看看 好 来吧 三放一杀 这是第一放 马上有人过来 就把它摁住了 有人说要放 怎么还得摁住了呢 不是这样把你放 把手和脚砍掉 看你这样 战场上也没什么用 你也不可能如何如何 留你一条命 把这俩手卡卡一切 俩脚一跺 搭到外边去 你走吧 那还走得了吗 这是第一放 这放完了 又登进一个来 得让董卓看看这模样 这指什么样 一瞧这就上来了 大眼珠子低流烂转 点点头 去吧 这也放 这放怎么办呢 得把眼珠子挖出来 过去是两个小铁坨 铁坨搁在这儿 搁在眼睛这儿 拿锤子往下砸 啪 这一砸 这眼就瘪了 啪啪一砸 这俩砸完了 双尸木看不见了 这个轰出去 放了 三放 还有一个放呢 是进来之后 一掐嘴的两边 把嘴打开了 拿小钩子 把舌头勾出来 刺一刀 轰出去 这算是放 三放 那还一杀呢 这一进来 一瞧好家伙 一米八五 大瓜棍 前胸宽 背绑后 胳膊四棱子 起筋线 一瞧这小子有劲 那好了 这个不能放着走 放着走 我有问题 来 搁在锅里边把他煮了 这个叫杀 三放一杀 就这三百多个人片刻之间处理的是干干净净 满朝文武的冷汗都下来了 心说这就是人间地狱 在群臣里边坐着一个人咬牙切齿 心说董卓董卓我一定是要你一死 说出唱戏劝人方 三条大路走中央 三个道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 是沧桑 是沧桑 不能老让你们接不上来 会让你们失落的 人来到道上捣不一道了 是沧桑 是沧桑 很好 大家玩的很开心 这不就是 听完书回家能多喝一杯 有人喝酒吗 有 好家伙 这几个大姐厉害 我都不喝酒 你们喝酒 行 哪天安陪一下余老师跟你们在一起 好吗 好 喝着喝着端一盘子进来 盘子里是烤串 你们以为是毛豆呢 余老师 余老师现在没有原来能喝了 这人一上岁数了可能拿不住酒了 我二十来岁喝酒喝的可凶了 后来一不喝了到现在他们谁喝酒 我闻一下我都觉得难受 不是那个味儿 接受不了 不喝不喝 你别看我不喝酒 我还有毛病 我爱泡酒 这挺奇怪的 我这两年是顾不过来了 我算算啊 七五年前 一零年 一零年一二年之后吧 还真是啊 因为那会儿开始是因为我们家院里有几颗红果 山楂树 一揭揭好些个 你谁一见他吃大碗 吃多了醋心呢 有的时候弄点红果烂 搁点冰糖 熬一熬 剩下还这么些怎么办呢 我这泡酒得了 找点大剥的瓶子 红果洗干净 晾得了 搁在里边搁点冰糖 来点高度酒 拿高度白酒泡 别会弄点啤酒搁里边不行 来点高度酒泡 泡完之后还挺好看 后来半年是多长时间呢 有样了 他们倒了一杯 大伙喝酒了 好好好 这下好家伙我可上了瘾了 万物皆可泡 算算啊 苹果我泡过 因为有的时候 那个商家串门的那个 人也不知道给我买什么 买果栏吧 类似这样的 弄的就是还剩好些苹果 那就切了吧 切完之后 把籽去了 打成盐 拿着泡 橘子也泡过 香蕉 你们试一下 传授一下我这个泡酒的经验 香蕉酒不用搁冰糖 别买熟透了 那不行 差不多的 把瓶包了之后 整个的里面白香蕉就搁在瓶子里边 然后兑上白酒 把它封好了 它有一过程 这过程特别好 一直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底下香蕉沉底 底下香蕉都泡的快烂了 它上面那一块清亮清亮的 淡淡的黄色 哎呀 清亮清亮的 然后你要拿一杯喝 真是特别棒 它有香蕉味的酒 后来我还上网搜了搜 还真有人这么干 喝暖胃还治拉肚子 这还挺好 我泡了不少这个了 那天我带点来 我喝给你们看看 红果酒泡过 梨也泡过 橘子 橙子 丧热我也泡过 丧热也泡过 烂七八糟的 除了白菜我差不多都泡过 泡了很多 到现在也没人喝 泡完了之后开始在大坛子里边 因为到最后就倒出来 你不倒出来那水果就烂了 倒出来之后搁的小玻璃瓶里边 玻璃瓶后来那天数了 还有二三十瓶的有 还真是的 这是个乐趣 这是个乐趣 有点事干挺好 有时候他们谁上家串门来给他们喝 还都挺高兴的 有时候爱看他们喝 爱看他们跟着划拳行令的 挺好玩 都会划拳吗 会 我也不会 我老看他们一帮醉鬼跟着 我不会 但我知道什么意思 他们天天划拳 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 哥俩好 哥俩好什么意思 你看就说咱哥俩好 还有什么来着 哥俩好 五魁首 五魁首 什么六六六 四喜财 四喜财应该就是四季发财的意思 五魁首指的是过去五本书 诗书礼艺春秋 这五本书考试的时候你都考第一 这叫五魁首 六六顺势 六六大顺 七个巧是七巧节 牛郎之女相会 爱情的意思 九连环说的是过去一种玩具 叫九连环 代表的是智力 还有八匹马 是周牧王有八匹骏马 全来了 就是这些好事都在你身上 都来了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他们喝着一个个醉了咣当的 他们都没文化 那帮人 这不聊这 聊这干嘛 好面的 这是 不 不聊 还有下酒菜的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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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把有限的时间得说三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因为说书的要求是杂学要丰富 就对我们来说什么都得知道 要不然的话你说服不了自己 那就更别说干这孩了 接眼三国 上完书咱们就讲到了人头大会 怪对不起您各位的 人头会就说了俩回 但是必须得这么说 你不这么说 一句话我就能说到三国归进 但没有意思 人头会懂着造孽 确实几百条生命 加上大司空张温说死就死了 那个谁看着也不成了 人间地狱 在所有的群臣里边有一个人咬牙切齿 但是面如纸水 这个脸很平静 成大事者就是这样 喜怒心欲色不行 老话说有事别告诉他 这人不行 为什么 狗肚子搁不住二两香酥油 狗不能吃香油 这吃进去当时就掉地下 马上就得出来 这人搁不住话 非得找那个 你看那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心里边翻能来翻能去 非得这样 今天这主就是如此 这人是谁 他也是朝里的一个官 他的官叫司徒 司徒司空都是这类的官 姓王叫王允 王司徒 这个人在传统曲艺里边出现的次数很多 一般提他都是聪明睿智忠厚长者 是这个形象出现 身份在朝里来说也是数得着的了 所以今天在人头会上瞧了又瞧 心说是时候 不能再容忍了 你要照这二赛下去 这个董卓得把朝里人杀干净了 那哪成了 酒席散了 大臣们都回了家 王允也回来了 来再聊自己的书房 往这一坐 家人献上茶来 摆了摆手让人出去 自个儿坐在这儿就愣神了 怎么呢 想这个事 王允是很爱国的 当然后边他说错了一句话 导致大汉天下灭亡 那是另一回事 您记得我今天这句话 在后文书的时候 由于王允的一个错误的决断 导致天下大乱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 因为那件事情说王允怎样 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你之前让曹操献刀不也是他商量的吗 当然那事没成功 还丢了一口宝刀 家里就剩一刀鞘了 今天也是坐在这想这个事 怎么办 已经董卓的行为令人发指了 天怒人怨 不能再容忍他这样下去 但是怎么办 一时之间 想不出个道来 为什么呢 你说你怎么办 你找一个像曹操那样的勇士 但是再去献刀 献宝兵刃 献机关枪 献什么 不献士 但是那年头也没有机关枪 是吧 怎么办 而且现在他全清朝野 其实江山就是人家的一样 皇上又小 皇上什么事都听他的 我怎么办 靠不了钱 喝了口水把杯推开了 书房里边做的事闷闷不乐 站起身来 有大屋里出来望外就走 去后花园想散散心 转过了月亮门 往这一走 耳边乡听见有人一声叹息 听声音是女孩的声音 因为前部三国的女一号出现了 怎么还前部的对 你要听我这三国 您可记住了 不是说郭德纲说三国 就是一套三国如何如何 没有 咱们分阶段 从这到这 这算是第一步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第五步 类似这样 我这个三国也快 有三千步就结束了 你们要忙就干点别的去吧 你们别等着我了 谁呢 歌迹貂蝉 叫貂蝉 身份是歌迹 这个迹是单力人 一个支持的知 单说这个字 当什么讲呢 指的是才能技术 那么歌迹就是会唱歌跳舞的这么一个人 这是一个工作 王允家里边养着歌迹 是 秦朝汉朝的时候 老百姓不允许开饭店 说我自个儿弄一幌子 我跟着买炸鸡面 开小饭馆 法律上不允许 有限的饭店 都是朝廷政府干的 服务态度也一般 饭菜也一般 所以说像有身份的这些个王公大臣 请客吃饭 就得上家里吃来 上我的府上来吃 家里边吃的不能光吃饭 尤其竟是大臣 怎么办 一定要有歌舞演唱 所以几乎够身份的人 家里边都会养着一些个歌迹 那么这个貂蝉就是歌迹之一 貂蝉 咱们现在跳出来说 历史上没有这个人 但是故事上编出来 最起码在明朝的时候才有了貂蝉 明朝之前没有貂蝉这个人 这是后来有了传奇 有了书 有了演绎 才创造出来这个貂蝉 三国演绎的作者也是看见民间故事 这个大IP好 他才把貂蝉写在三国演绎里边 民间流传的故事倒是有貂蝉 说他是山西的一个村姑 还给他起个名字叫仁洪昌 仁姓仁的人 红颜色的红 昌盛的昌 仁洪昌 怎么听 怎么像个大爷的名字 还有一个故事 说他是吕布手下有一个将军姓秦 叫秦义璐 姓秦的秦 义 是义 很合适 那个义 不义如此 那个义 璐 路位的璐 说是秦义璐离婚的媳妇 秦将军的前妻 咱就不追这些 民间传说这要信是说还有完 所以说这个是一直到了明朝 老百姓才知道 有一个貂蝉 明朝之前没有 没有也得有 要不然三国无法进行下去 有 不光有 老百姓一提这个貂蝉 那厉害 四大美人 陈渝落雁碧月修花 老厅人说 长得真好看 好比是陈渝落雁碧月修花 这就是中国的四大美人 陈渝是西施 西施太好看了 没事像河边那洗东西 洗手绢 给孩子洗尿介子 不管洗什么 有人说他换纱 换就是洗 三点水一个丸 叫换 总管是干嘛 反正老上河边去 一上河边去 河里边有鱼 螃蟹 鱼蟹 鱼蟹 小龙虾 是吧 抬头一看 哇 这个妇女很美丽 鱼一高兴 忘了怎么游泳了 沉到底上了 所以以后都说 哎呀西施 陈渝 陈渝 洛雁是王昭君 昭君贺北番 打这出来之后 往外边走 走到沙漠 实在没什么娱乐了 把我的琵琶拿来 坐在这儿弹琵琶 你想啊 沙漠也没人呢 就他带这帮人坐这儿看着他 他跟这儿 一眼睛耳里 我知道他弹是什么 一弹天上过大宴 大宴啊 大宴都知道 一会儿飞成一个人字 一会儿飞成一个S 一会儿飞成一个W 一会儿飞成一个Q 飞着飞着说 你们怎么飞的 反正飞着飞着 大宴一瞧底下 大姐弹琴唱赵华台呢 太好看了 翅膀不会动了 日叭 掉下来 落宴吗 赵君也高兴啊 赶紧逮着烤吧 吃吧 陈鱼落雁 碧月修花 碧月说的就是这个貂蝉 在花园里边 月亮看见他害羞了 来片云彩 把月亮挡上了 这就是牵抢 你这个卖扎糕的王老五那时候也站在那儿 月亮也躲起来了 是不是 修花是杨贵妃 杨贵妃在玉花园里玩 这个花也闻闻 那花也闻闻 闻了闻去闻到寒羞草了 那一栋寒羞草 寒羞草见过 平时是那样的 一瞧来这花 和尚了 唐明皇说了 游活 好 这个大姐姐 花儿见他都害羞 这有寒羞之貌 陈云落雁 碧月修化 这四大美女 四大美女 这个说法也是明朝开始的 明朝之前没有貂蝉 这四个人里边 那个空位是赵飞燕 汉朝皇上的妃子 跳舞那个赵飞燕 是他 但是因为心肠太毒辣了 在皇宫里边坏事做绝了 后来老百姓觉得人品不行 不能入选 就把他K出去了 把貂蝉搁在里边 沉于落雁 碧月修化 还有一种说法 孝包寺狠达忌 并西施 醉杨妃 并西施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西施 心口疼 并西施 醉杨妃就是杨贵妃 狠达忌 风神演义 长得要多好看多好看 但是心狠手辣 咒王挺喜欢 这个大姐姐我很爱 孝包寺 大家也都知道 风火台 一笑诗江山 包寺娘娘 包寺不姓包 因为他是包国的人 寺是他的姓 他姓四 包寺是包国的姓四的妇女 所以叫包寺 这么个意思 包寺 他是因为周游王打包国 包国说别打了 我们这有漂亮的大姐姐给你 包寺 周游王很爱 弄回去之后 成为他第二个皇后 第一个皇后 申皇后 是申国的国君的女儿 包寺来了 他很爱很爱 但是包寺不爱乐 一天到晚整着个脸子 反正不爱乐 周游王说我娶你都娶了 不乐怎么办 结果想一会儿 烽火台上放火 烽火台一放火 各路诸侯着急了 坏了 大王那儿出事 咱们就去吧 来了一看 他两口子坐在烽火台上 乐的都不行了 你还只帮人堵上了 当个了 高兴 包寺就这一乐 周游王爱上了 太爱 没事就放火 没事就放火 开始大伙还来 后来是咱别搭理他们了 他两口子可能又烧烤呢 后来由申国的国君带头 脸了一帮人 申国国君 就是他前面老丈人 头一个皇后的父亲 带着各路诸侯上这来打他了 他再放火 再什么 没人听他了 所以说因为江山都没了 这是周游王一笑诗江山 这是因为包寺笑包寺 这是简单几句话 还简单几句话 跟大伙介绍介绍 那么今天王允一进门正好看见 貂蝉在那站着 貂蝉多大呢 书中代言16岁 16岁没多大 16岁我算算 要是上学的话 16岁大学三年级 请原谅我 因为我离开大学时间太长了 没有你们这样的 我经常从北大清华门口走 16岁没多大小孩 但是那个年头这就可以了 站在那儿哀声叹气 花园拜月 王允站在这儿 心说这是要干嘛 怎么呢 16岁 因为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是得严加管教 这都保不齐就是恋爱不顺心 他跟这儿叹口气 咳嗽一声 貂蝉这一回头 赶紧走到跟前来飘飘下拜 飘飘下拜 万福失礼 那会儿礼节跟现在不一样 您看看京剧舞台上那个 很多都是化解了古代的礼节 那会儿他不能说人来一见 画一鞠躬 这也没有 赶紧过来了 参见老爷 起来起来起来 夜晚精神在此何为 大半夜你跟这鸟干嘛 是 那么说貂蝉干嘛来了 各位四个字 忧国忧民 他知道具体事儿 他不知道 不像现在 大姑娘坐在屋里一刷抖音 什么事都知道了 那年头没有 他只是感觉着王允不对劲 因为回来之后 吃饭的时候 有时也叫他们几个弹唱歌舞 但是你看这个人的状态 心思不在这儿 弄弄就哀声叹气的 所以说自己不知怎么回事儿 但是又想替老爷解忧愁 所以今天晚上到花园拜月 是这么个意思 这一问 孩子眼圈都红了 说老爷 我们出身卑贱 蒙大人不弃 收在府中 以为歌迹 这几日见您下朝回来 愁眉不展 我们也不敢多问 但愿大人不要如此 如若有用上我们的地儿 也请大人说话 虽然说身份卑微 我们也愿意为国效力 只是不知道怎样行事 孩子很会说话 你这个东西就很厉害了 你看一块跳舞 这十几个二来个闺女 那些位未必琢磨这个 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会成为貂蝉的原因 这话说完之后 王允就愣了 怎么呢 想不到 就好像暗夜中突然间来了一束光 心说这个丫头很厉害 她不是昏昏噩噩 一天到晚的抽烟喝酒烫头那种人 不要乐 说了这么正经的地方了 万没想到 你说的这些个都是你的真心话吗 大人 句句肺腑之言 好 来 你起来 跟我走 是 王允在头里边 貂蝉在后头 以前一后 来到这边 到书房这儿 你进来 是 拿手一指的凳子 你坐那儿 见妾不敢 让坐就坐 坐下好来讲话 这个身份在老爷跟前没有资格 列位 王允什么身份 那个在朝廷里边那是一品大员 你是人家家里边一服务员 老头还没坐 你先坐那儿 下次也不敢 但今天说了 让你坐你就得坐 是 这才坐下 他坐在这儿 王允在他对面 王司徒一聊自个儿的医生 咕灯就跪下了 就这个画面 说要在电影里表现 那就热闹了 我得铺上轨道 机器往前推 再推在貂蝉脸上去 啪啪啪啪 为什么呢 这个举动太可怕了 貂蝉反应也快 医疗医生孤登也跪下了 有人说拜天地 你多损 我要批评你们 这就是长期听相儿的后果 老实观众人不会这么想 那么跪得对太对了 大人跪那你还跟这儿 怎么了 那也就不是貂蝉了 哪来那么个缺心眼的大姐 是不是 吓坏了 不知道要干嘛 哎呀 孤单跪下了 老爷您这是怎么了 戒切我可不敢担 王允眼泪下来了 没有什么不简单的 我这一拜 我可不是拜着你 老爷您拜的是谁 我拜的是大汉朝锦绣山河 老爷您起来 起来起来 这扶着赶紧起来 貂蝉眼泪也下来了 有害怕有激动有不解 扶着 王允站起来 貂蝉扶着 让坐在那儿 老爷您有话明示 嗯 貂蝉 显如今朝中之事 你可曾晓得 见妾每日在身归不晓得天下大事 他哪知道去 不知道 好 朝中有一宁臣 明欢董卓 王允这就开始掏心窝的说话 有一宁臣 朝里有一大混蛋 他叫董卓 这句话如果在街上说的 王允就算完了 天下都是人家的 你这句话那是必须得死 但是今天顾不了了 这个董卓 上妻天子下压群臣 夜宿皇宫握不住 而且舍弃了洛阳之后转奔长安 他的所作所为天怒人怨 显如今不除他江山恐怕不安泰 这话说的很重 显如今到这个状态下 你明白吗 貂蝉肯定是不明白 他一个小姑娘16岁的孩子 他能明白什么 到这会儿就上点头了 大人您吩咐 您说我能做什么 好 我见你资荣修丽 我打算使一个连环祭 老爷 即将安出 这是句文言话 您打算怎么办 不意跟哪来 好 我准备把你 先许给吕布 吕布一定会很爱你 然后我再把你许给董卓 让他父子二人离间 父子二人因为你 他一定会起的杀心 这两个人现在是国家最不安全的地方 他俩是谁把谁杀了都行 吕布杀了董卓 为民除害 那个死了也好 这俩谁死都行 所以说我准备 让你干这件事情 这连环祭必须要借鉴你貂蝉 这个事可做吗 你不能说你命令他 命令他他不愿意 把他送那儿去了 他到那儿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实际是怎样 貂蝉点了点头 老爷 只要您吩咐为国为民万死不辞 就这会儿这屋里这个状态下 说句良心话 就得贴点合适的音乐 关于连环祭 定祭这个过程 其实在戏剧和曲艺里边表现的都非常的淋漓尽致 每种形式的切入手段不一样 你比如这点 我就印象很深 就是京韵大鼓 最后那两句唱的特别好 王云温厅如梦行 暗想到大汉的江山 尽在这个貂蝉 搀扶着貂蝉牡丹厅上 王云在头前走 貂蝉跟他后边 来的厅前 落下座 王云撩跑 跪在了地平川 貂蝉一见 喝了一跳 尊老爷快请起 见且不敢担 王司徒 站起身来 拔花江 严望着貂蝉把花眼 此一败非败得貂蝉你 败得是大汉 锦修江山 我将你名须吕布 为魂培 暗须东桌皆凤乱 舍见春枪全在你 叫他们父子皆仇 愿他父子种了这个莲欢祭 吕布辞东桌 这又何难 王云桥定连环祭 道下回谢官小燕 吕布戏貂蝉 好